哈喽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的channel 这个视频呢我就想告诉大家一声 我要开始正式的开始备赛了 我参加的比赛呢是7月7号在拉斯维加斯 这个视频会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身材 然后把我的饮食公布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一个我训练胸部的方法 那么我的饮食方法呢叫做carbcycling 也就是说碳水循环饮食法 第一天今天是我备赛第一天 那么第一天呢是属于低碳 也就是100克的碳水 我要吃一天当中我要吃100克的碳水 那么我会把100克的碳水分成五份 所以我会把碳水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分成五份 我今天吃的碳水呢主要是来自 这个 rice cake 一块这样子的rice cake 它有一克的脂肪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一克的蛋白质我们也忽略不计 它有八克的碳水 也是说这样子的这样一片米饼我要吃吃够100克的碳水 100克的碳水就相当于12.5个米饼 今天是低碳水我们摄取100克 明天是中等就是modernary的carbohydrate 明天是摄取200克后天也是摄取200克 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摄取一个高碳水量达到400克 那么这样一个就是四天一循环然后重复就是低碳水100克200克200克400克 这样一直重复目前来讲是这样子 然后我的脂肪呢都是保证在50克的脂肪左右 那么我脂肪的食物来源主要就是这些果仁 我呢是要吃50克脂肪 也就是说大概在85克的这种果仁要吃85克 我会拿蹭凉 然后凉了85克以后平均分配给午餐 每一餐我都会从里面抓一把 大概分量的抓一把 然后吃现在还剩下三餐 所以这里可以分为三份 就差不多这样子 那么蛋白质呢 蛋白质我们会每天摄入300克左右 这相当于我体重的1.8到1.9倍左右 那么我现在是172到173磅 可以看到我经常会拿一个很大的饭盒 然后里面呢是装满了这种肉末 这种肉末呢 可以看到啊就很平淡 没有油也没有盐 然后就是用烤箱烤的 然后这就是我的饮食 OK那我们现在来讨论 现在来说一下就是我的健身方法 训练方法训练呢是这样一个分配 就是周一是练胸 第一天是练胸 然后第二天练背 第三天练腿 第四天练肩膀 第五天练手臂手臂包括拱二头和拱三头肌 动作做组的话呢是总共是五组 第一组我们叫热身组 热身组就相当于你选用一个比较轻的重量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练胸 呃握推的时候我会选一个比较轻的重量 然后缓慢的进行缓慢的进行做15次 就是第一组热身组做15次速度要慢 要让你训练的目标的每一块肌肉都充分的活跃起来 第二组叫moderate weight 选一个比热身组重一点的重量 但是不要太重的重量 要做十个 要做十次 那么相当于一个也是算算是因为你不想一下子冲大重量 这样容易受伤 而且我的胸骨我的胸部这边已经已经受过伤了 而且现在还是刚刚恢复 而且没有完全彻底的没有彻底恢复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第二组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 对我来讲还是热身 但对你们来讲可以拿一个相对较大的重量 那么第三组和第四组 我们采取就是拿一个对你来说相对较重的重量 叫做heavyweight 那么heavyweight只要做八次 目标就是要让大重量来撕裂自己的肌肉群 然后最后一组叫burnout set 就是说把你肌肉部位的能量 尽量全部消耗掉就是burnout 所以我们会采取一个当你从做完大重量组以后 采取一个相对较小的重量来把身上的 把你的目标肌肉群消耗就是做25次 25次的一个训练 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动作 第一组热身15次要放慢 第二组选一个中等的重量做10次 第三和第四组要大重量的去撕裂肌肉群 做8次 然后最后一次是属于消耗剩余的能量的一组burnout set 那么做25次 还有一件事情忘记说了就是我们的有氧运动 就是我们的所有有氧运动没有跑步的 因为跑步时间久了它有可能会伤膝盖 而且当你是健体选手的时候呢 你不希望做跑步 长时间的跑步运动 因为你有可能会燃烧掉更多的卡路里 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个叫做进走的方式 就是在所有的有氧运动时间里面 你的速度保持不变 那么我们就选择是treatmill 就是普通的跑步机 我们把坡度调成10 速度选成3.5 持续这样一个运动 那么第一天是45分钟 第二天是30分钟 第三天是30分钟 第四天是不做有氧运动 选择就是取消有氧运动在第四天 然后我们会四天一个循环 然后第四天你不做有氧运动 那么第五天你又重新循环 就是45分钟 30分钟 30分钟不做有氧运动 然后再45分钟 30分钟不做有氧运动 那目前来讲 我是这样做有氧运动的